归去来 作者石铁生 我知道 北陵有一桩未了的心愿 回陕北 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 他曾对我说过 当他躺在美国的医院里 刚从那次冰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 见窗台上有人们送来很多鲜花 其中有一树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的 想必也是百合类 他说 他熬着伤痛 昏睡 偶尔醒来 就看见那树花在阳光里 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 他知道他患了肝癌 他说 有十几天 也许更久 别的花慢慢凋谢 唯独那树山丹丹一样的花 一直不败 他相信 此非偶然 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 又来给他信心和帮助 他说 等我的病见好一点 利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利哲 北陵的丈夫 那是个孙利哲 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 在窑洞里为农民做手术的赤脚医生 利哲当年的事迹 颇具传奇色彩 只上过初中二年 却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 小至切除狼尾 大致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 我可以作证 这既非鹅船也无夸张 我与利哲中学同学 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摇动 他第一次操刀手术 我就在他身旁 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 此后他的医道日益惊深 十年中 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 他内外妇科 各科一身兼顾 治好了的病人已数万计 那个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 叫他做青平湾 最早听说北陵 大约是74年 听说陕北知青中 有几个师大女妇中的才女 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 才女中就有吴北陵这个名字 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 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 第一次见她是在七八年 初秋下着雨 一个身材奇长的女子 站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 立哲说她叫吴北陵 也是陕北插队的 我说哦我知道 立哲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早就知道行吗 立哲笑道行 北陵脱去粉红色的雨坯 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 其实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 立哲说一句 你们俩有得了 就去忙着包饺子 她办的饺子馅天下一流 这一点几年后 在芝加哥得到验证 我便像模像样的跟着北陵 谈文学 饺子熟食雨停了 那晚月色极好 我们坐在小院子里吃饺子 唱辽阔的陕北民歌 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 直唱到古今中外 北陵唱的一首鼓曲 至今还在耳边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立哲说 北陵的首风琴也拉得好 北陵说 等哪天 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 我常常不能相信 一个灵魂就会消失 尤其那样一个 生机勃勃的灵魂 此后 立哲住在我家养病 陕北十年给了她终生受益的磨炼 同时送给她一份甘言 北陵在北大待不住 几乎天天往我家跑 当然是因为立哲 那时我初学写作 写了拿给北陵看 不知深浅地 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 北陵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 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 很晚才走 每次进到门来 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 立哲呢 如果立哲不在 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 然后不管立哲在哪 她就骑上车去找 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 经历着双重历境 北陵对她的爱情 为更深更重 半年后 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北二一的研究生 北陵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 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 考试前三天 还又钓鱼又跳舞呢 有一天 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 碰在一起 有人提醒他们 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 立哲算了算 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 便打电话回家 妈 你准备准备 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 这哪来得及呀 有什么来不及 陕北这帮人 一块吃顿饭 就得 婚后不久 立哲和北陵相继去了美国 一个学医 一个学比较文学 一去又是十年 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 照片上的北陵依然年轻 朝气蓬勃 立哲却胖起来 激素的作用 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 信却少 他们太忙 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 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 他的导师惋惜再三 也指得同意他转行 之后听说他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 孙太太的饺子生育极好 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 和万通科技公司 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 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 立哲和北陵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 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 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尝试一手抓一个电话 脖子上再加一个 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声又响起来 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悬的匆匆脚步 在我的印象里 他除了下棋和钓鱼 没有坐下来的时候 看着他就像开一场乒乓球赛 忽死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痛 北陵呢 他的稳重精细 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 令人敬佩的是 与此同时 北陵获取了硕士学位 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 还代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陵回国探亲 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 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 小女儿长得很漂亮 睁开眼睛东张西望 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问北陵 把女儿留在中国吗 她说不 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 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 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 天色渐晚 我请北陵吃炸酱面 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 先是一边读书 一边在饭馆里打工 干最低等的活 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 一秒钟都不停地跑 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 小费都被别人脸去 不给他们留意文 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 一二百斤的用木家具 扛起来两条腿打颤 有一次电梯坏了 但不能违背合同 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 钱却不多挣 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 开始时 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 全靠电话争定 要饺子吗 孙太太的饺子不美价廉 孙先生下了课 先去四处采购 回到家熬上排骨汤 轮圆了膀子拌肉馅 配料 极有奖就不容半点含糊 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 是孙先生和孙太太 开始包饺子的时候 正是不夜城歌舞鲜鲜之际 他们熬着瞌睡 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 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 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儿 天很快亮了 饺子动好包装整齐 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的送 利哲那辆汽车 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 底盘秀烂了 坐在车里往起一站 身体忽悠矮下去 鞋底竟与露面直接摩擦 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 先做名片 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 孙先生泰然答道 当然 北林便笑 其实他们尚不知道 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 但既是万国图文 就得是当然能做 否则信誉何在呢 两口子埋头一许 居然摸出了门道 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图片 暗期交货 业务范围逐渐扩大 设备不够 北林便于周末 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 用人家的设备工作 周六周日 昼夜苦干 睡在地板上 利哲探监似的 二十来送饭 就这样创业 真难真苦 北林说 插队过来的人 什么苦没受过 不怕 可图的是什么呢 北林半赏不语 笑笑 很可能这是命 是性格 性格就是命运 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 其实也简单 他说 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 此前 利哲已回国一趟 筹备在中国 投资办高科技企业 利哲和北林 都屡屡说起 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盼望中国 不能再落后 我见北林的脸上 有明显的疲倦 他说 一年前 魅上刚刚切除了一个流字 良性的 没事了 这次是 我访问 我访问 有关的